外套衬衫长袖 机能日系CleanFit 多款秋冬单品 多种穿搭风格 最低100家 本期分享给大家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上期分享了几条长裤 不知道大家看的没有 错过的朋友记得去看一看 然后给我一键三连 谢谢大家 这期的话想跟大家来分享 几件还不错的秋季的上装 因为现在官方的货帮助商 我也无法申请了 得到10万粉以上才能申请 所以以后只能每期的评论区 安排两个无线卓 所以大家多留意跟我互动吧 那我们先来看 这一件来自Moseyland的冲锋衣 那这件衣服的话 是采用了特弗龙的三方面料 那3L面料的压胶工艺 使得这种接缝处也不会漏水 有很好的防风防水效果 那两边的腋下还有透气的拉链 那拉开之后呢就可以散热 那再加上胸口这边的话 是有一二三三条拉链 除了细节到位啊 也是增强了这件衣服的一个收纳性 那这个户外压胶帽颜的三点调节 遇到雨雪天气的话 戴上帽子就可以起到防风遮雨的作用 功能性也是非常不错 那除了我这一件灰绿色以外 这款还有黑色蓝色 那搭配性也是非常OK的 所以如果你喜欢高普靠的机能风格 那这一款冲锋衣 值得关注 然后我们来看这件来自Procanal的Holo长袖 那这款的话是一共有两个配色 除了我手上这一件黑色以外 还有一个花灰色 那衣服的话是采用了320克的卫衣毛圈面料 那上身还是非常挺阔的 另外它舒适度也非常不错 另外因为厚度比较足嘛 所以它的保暖性也很OK 然后这种宽松落肩的版型呢 也能够很好的修饰身形 那领口这边呢是采用定制的扁机领啊 质感细腻舒适 也能保持挺阔 那然后在衣服右边的下摆处 加入了品牌标语的印花 那两侧的话还有这种隐形的拉链口袋 那单穿时呢也能保证衣服的这个收纳性啊 然后领口处的这一个暗扣 是采用了日本进口的SunGrip四合扣 所以它的质感手感都非常不错 那现在这个季节 我觉得这一件POLO衫单穿是正好的 那冷一点点作为内搭也是非常不错 那喜欢这一类棉制 卫衣风格的单品的朋友的话 可以关注一下 那接着是这一件Reverse的户外冲锋衣夹克 那衣服是比较经典简约的设计 那卡其色呢我觉得搭配各类的长裤也是非常好看的 然后在胸口之边呢它是有一个品牌的刺绣logo 那两条长拉链呢也是可以保证衣服的一个收纳能力 那同时也是增加了一些设计小细节 然后在下摆处呢同样有这个插兜方便日常插手 然后在背后呢有一个这种活跃的设计 也使得你的肩膀手臂的灵活度大大增强 那衣服整体的版型是宽松过型的 所以舒适度不错 然后也不挑身材 那这件衣服的性价比也是非常不错 200出头即可入手 那无论是学生大王还是上班族 我觉得通勤入手都非常的不错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件蓝色的格子衬衫来自Valus 那我之前看过一句话 就是格子衬衫全能好的话就是CleanFit顶蓝 如果我没选好的话可能就是程序员功夫 这里也是开个玩笑 也没有贬低程序员的意思 那毕竟我最早也是程序员出身 那这件衣服我最喜欢的就是它的这个配色 我觉得这个蓝色还挺好看的 同时它这种不规则的格纹设计 也使得这件衣服呢不呆板 而且衣服的面料是比较柔软的 舒适度也非常不错 而且它的厚度也很OK 正适合现在这个秋季 那冬季的话冬内单也是非常不错的 另外它的版型是这种比较宽松扩型的 那上身就是一种很臭很休闲的感觉 那同款除了这个蓝色以外呢 还有一个灰色也是非常百搭的 那所以如果你比较喜欢穿衬衫 或者说是你在寻找一件这种格子衬衫的话 那这件衣服我觉得值得关注一下 接着我们会来看几件基冷风的外套 两件空中效应的外套 然后有一件是Randilution的夹克 那我们先看共生的这两件夹克 那这是一款两件式的皇家空军夹克 那配色的话也是非常好看 然后整体的设计也非常有意思 那我这边是两个配色 一个是这种浅灰绿 然后一个是限量的这种灰黑拼接配色 那除了CY的话还有黑色灰色两个颜色 那衣服的这个高领帽子这一块 和衣身是分开的 也是可以组合穿着 也可以分开穿着 那衣服的面料的话 是采用了Solotex的面料 并且还是有一些厚度的 那原版的空中夹克的这个大领子 也是非常有辨识度 并且领子上呢有超长的拉链 你可以把它拉开来 就实际的用处可能不是很大 但是这种设计细节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然后衣服呢是短宽版型 日常搭配时呢 我觉得大部分长裤类型都是可以适配的 然后是这个双面帽兜马甲 也是非常不错的叠穿单品 你可以与其他的单品相搭配啊 不一定一定要搭配他们自己的产品 然后顶部的银色拉链呢 也是可以直接拉到后面的 那这个细节的话也是比较有心意的 你可以自己根据一个造型来决定拉链怎么搞 然后是这款共生的倒跑夹克面料质感很棒啊 那同样是Solitex的一个面料 所以它的厚度是非常棒的 然后功能性也很OK 然后衣服的版型呢 也是这种短宽的版型 百搭好穿不挑身材 然后除了这一个棕色以外呢 还有一个银色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 那两个颜色呢 我觉得都还是挺百搭的 然后衣服的门禁呢 是拉链和按扣的设计 另外这件衣服上最最最有意思的就是 它的两条超级长的拉链 拉开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它这里面还有一层 同时在这里面的话还增加了口袋 那设计感出色 同时也增强了衣服的收纳能力 那并且这款倒跑 也可以与上一件的这个帽兜马甲相搭配 效果也是相当不错的 那最后来看我刚刚身上的这一件来自Rendelution的可收纳哈林顿机能夹克 那相比西装外套的话 其实我个人更喜欢穿哈林顿夹克 我觉得这个翻领设计呢是更帅的 那衣服呢是采用了防水素干的精能面料 并且上身轻便舒适 那衣服的两边呢是几何风情的插带 而且有按扣的设计 然后再加上胸口的话 有一个隐藏结构的拉链口袋 可以放置手机卡片等小物件 然后在左臂处这边的话是有一个魔术贴的底座 大家可以自己搭配一些试气章 衣领处内置拉链连接设计 可以与面罩啊内胆之类的单品相结合使用 然后背后的背带系统是使用了壁鲁结的打法 更有户外功能性 并且这件衣服的话是可以收纳起来变成一个单肩包的 那衣袋起来的话也是更加方便 同时节省空间减少出行的一个负担非常有创意 我觉得这件衣服如果你喜欢机能风 或者说你喜欢不那么机能风的功能性的外套 那件衣服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 OK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基本上覆盖了秋季上妆的所有类型吧 也希望其中有大家看中喜欢的 那最后感谢收看本期视频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记得给我点赞和投币 收藏三点一波 我是特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